經濟部長郭志輝對核三研議表態 讓外界質疑民進黨非核家園立場轉彎了嗎 就連民進黨自家人都認為 部長的說法是在扯後腿 被此行政院長卓榮泰強調 政府跟綠營立委們的立場一致 非核家園的目標沒有改變 端午連假第一天 行政院長卓榮泰一貫力來到高工局 關心國道車流情況 把AI技術導入到政府部門 導入到公共領域 而能讓每一個人民都能夠適用得到 所以我們說創新 驅動能夠普惠大眾 院長喊話要更擴大AI應用層面 只是要發展AI產業 更要確保供電穩定 院長非核能源政策有轉彎嗎 生日節快樂 新內閣上任以來 經濟部長郭志輝對於核能的論述 從一開始說核能是乾淨能源 後來被執政黨立委在餐序上 當面問民進黨非核家園政策改變了嗎 部長對外又說核能是現在沒有考慮的一部分 被在野政寧質疑怎麼說法前後反覆 沒有我想我們都是共同的啦 就是政院的態度就是持續非核家園 郭部長多次提到說關於核能的問題 一定是在核安可以得到處理 核廢料也可以得到處理 而且在社會大眾共識的情況底下 才能夠往下去思考 在昨天的我們跟立委的參序當中 大家在經過更深入的交換意見 立場已經非常的一致 卓院長在立法院受訪時替郭部長緩家 強調非核家園目標不變 畢竟能源是國家大政 對外論述還是得讓產業界和民間清楚 台灣未來的能源政策走向 記者林晨潔 蕭瑞生 台北報導